黄蒙人 他问老师的问题是 担对他所担的小番茄 他在那11月8号就开始採收 不然这几条心味开始有软软的感觉 会后看起来不是那里而已 算说生生啦 没有太多的朝气 他都是在那一星期喝一次水 还有那种方式 上星期的灌水有一分的 算说有一分的地下 地下时 有漏一分的地下 算说沃勒肥16公斤 他的水源一溪值是1.0 所以老师是哪里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这个灌溉的一个用水 很多这个地方 有时候没说太好 比如说像我们 主义好朋友 你的问题 这个EC值 EC值 1.0 1.0 所以 基本上你这个 可以说是 一个 高EC的灌溉用水 这个通常我们 这个水管 我们的一个EC值 这个最好 最好 当然不可能0 你说完全完全都没有 这个当然就不太可能 那么一般来说都还是会有一点点 所以 如果说可以在 大概 这个EC值 这个电导度 这可以不要 就是说 这种0 0 0点几 这样 这是最好大概0.2 不要超过 当然是越低越好 灌溉的一个用水 所以这个通常是这样 因为你 你像这个蓝灰 因为他们对 EC值很敏感 所以有你的听到就说 哦 这个蓝灰 他 他如果要UP 他都用RO 用逆渗透去UP 为什么RO 要用RO去UP 因为EC值是越好高 他没有载到去吸收 所以 这点你要知道 所以这个EC值 本来就有较高 那么他如果是较高 的时尽 他这个蓝灰 这就变着说 颜度较高 那么他这个蓝的尖 就会这样软软 更加严重 他有可能的这个超大超大 所以呢 啊 并说我们浪肥 这一分底 一分底你就这16公斤 16公斤 他如果是 全部都浪费的时尽 假设 假设 他如果是全部都浪费的时尽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大 所以呢 他就有可能出现到 一个 肌的一个这些现象 所以 蛤的软软 甚至呢 这个火的消化 软软 随随 那么有这种的这些现象 在这里 所以我这是建议说 你一礼拜 一礼拜 你如果浪费一次 这个国贯的一个方式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 因为有当时 啊 这阵子 都会出现到这个隔温嘛 就是说对我们 在这个温室里面在增 这个有时候温度会留得 比较高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能呢 啊 在这种饮水 你可以去给他 测试一下 嗯 可以用较较较较较较的方式 我们说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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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不要一次将这种方式 你将这个工资较较较较较较较 这是一块两块三块两块三块 高要整一个人 高低我看这个这个是一块 但是这个是怕打钢 打小小형 那种 它在喝水的時候 這一個蕾他就放了一下 因為他的水都放在塑膠部裡面 放在塑膠部裡面 他看那個蕾去吸 所以他每一次就能控制一分 放在800粒的水 兩天三天喝一遍 兩天三天喝一遍 用這種的解解方式來控制水分 因為咖啡米如果要做甜 要有適當的解解水分管理 就是說盡量可以控制一點點 適當的水分 但是因為你這個EC值這麼高 你如果是水分給它吊太過頭 可能它也是不會蓋的 但變成就是要靠水分 變成就是日本的高EC的栽培法 高EC的栽培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精髓 燒水燒肥多次 我就是說肥很少 水也很少 但是我都 比較快來走 這樣 每次去走 這種的一個灌溉用水 假設如果沒有辦法改善 因為這2.0 你比較想 這個肥料 我們在用的肥料 肥料 在這種大概在2.6到3.5 到3.5 咖啡米可以 可以在 揪手的時間 可以控制到4點多 我可以控制到4點多 短暫的時間 短暫的時間 不是全部 那麼 它通常是 要 讓它有一個 當然這個 這個高EC 這個高EC的4點多 含水量 是有這個關係 在它水比較少的時候 它有短暫的時間 會呈現這個高EC 這種咖啡米就變好吃 這種叫做高EC的節節 栽培法的時候 這個高EC 他就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基本上 基本上 他就是沒有這種 就沒有產量 我們在種這個咖啡米 它會在這個產量 三量到這個 這個中間有一個平行 品質跟產量有一點平衡 比如說大家吃到咖啡米 都說好吃 但是你也可以賣三人 這夠好 這就要倒了 我們如果說 吃到咖啡米都說可以 不說特別好吃 他不會跟你說 哦這是我這一輩子吃到 最好吃的小番茄 他不會跟你說 但是說你這個咖啡米 不難吃 但是有三百人吃到咖啡米 這個機會就比較大 所以這點好朋友一定要知道 就是說 因為一般我們在這個灌溉 這個用水 這能夠去接受的一個這個 數值 就是說大概在0.8 ms per cm 就是說大概在 0.8 這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這一般通常 那是我們說的幾度幾度起 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 在這個灌溉 這個用水 盡量可以到0.8 0.8以下 0.8以下 如果太灌溉了 那麼一般 就在這個作物的可以去吸收的 那麼就會 受到影響 他就忍受不住 比如說他感到要來講的 短暫時間 短暫時間 那是有一個是沒什麼要緊 4.5 那個只是短暫時間 但是他 也不太願意讓他那麼高 因為有時候他就會去影響到他 啊 靜替的一個這個行動 所以同時 呃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作物 他在靜的時候 啊 甚至有的像這個曲灰 大概在0.7 0.8 中間 已經就差不多是一個這個 依稀值 依稀值的 所以你的水就已經 啊 還沒放肥的時候 他的依稀值就已經有超過 他可以去吸收的一個這個 比較適當的一個這種 啊 行動的環境 所以你就知道說 啊 他會去面臨到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困難 在這樣 所以這在這裡等給我們好朋友 啊 是要做一個這個了解到 所以呢 基本上 啊 是這樣的一個這個情形 在那 所以呢 啊 如果 如果如果是說 在我們的一個這個 在在背的一個這個當中 這同學的 啊 大概呢 要稍微給他注意一下 有時候那種 呃 這個水分 所以因為這個依稀值一定是比較高 所以 啊 別人在喝水 別人用喝水 啊 在增加 他的這個這個糖度 你的喝水 你不可以喝 那你搭 啊 所以 啊 你這可能一禮拜 你是不是可以收地 變成呢 啊 5天哦 或是在3天 就一般是差不多 如果是可以 其實有時候這種 總體的水量很重要 你如果說 經濟節每一遍的這個水量 可以控制 這個 啊 每分地 八十 八百 八百 三 八百 水 你說一分 在這個八百 水 啊 一般來說 你如果是有辦法控制 這種的 這個水分 就是說 不要 因為 你如果是高冠 不一定的水量 你飲不夠 對吧 所以為什麼 要說 蓬塑膠 或是說 啊 用破鍋 我牛股 啊 我一鍋 啊 沖過 有透靈 就 再換一鍋 這樣就要飲 你如果用這種方針 那麼 你就可以把這個 飲水的時間 把它縮低 但是呢 這個漲 他自然就要回回來 一般來說 只要你這個 這個EC 和水分 中間 如果控制 並行 那麼 肥料呢 一般不要用太多 譬如說 正常一禮拜 這個 你中 一罐水 一罐 十幾公斤的 這個肥料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你的EC 子很高的 所以你罐水 這個肥料 都浴開的時候 啊 在一罐水裡面 我們用的這個肥料 因為很多是沒辦法完全浴開 假設你如果是用這種水龍肥來說 做物能夠吸收的一個這個量 大概就是一分的 6公斤的量 大概就一個極限 這個 這個 在這個6公斤就是一個安全的法子 蓋起來就有的做物就動不掉了 所以我們 有時候在這個肥料在營的時候 你要稍微注意到這款的一個條件 那麼這是在這裡讓你稍微了解到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高醫師的這個問題 所以 他的心目啦 或是說 只要是運動比較高 還是怎樣 那麼就比較容易出問題 尤其是 這個為革溫 啊 向上變革溫 這個也會出問題 所以就好朋友 先了解一下水分的一個這個關於 你可能要稍微做這個條件 這在這裡 讓你做參考